He is better than imagination Hello,各位尼莎美麗的觀眾 大家好,我是Carmen 我是Pascio Pascio,我們上集說到復活節 HKPN Connect 搞了一個復活節和你分的活動 聽起來真的很辛苦 真的要搞這些活動 做活動搞得很辛苦 我想你真的很明白 最近在華府的龍舟隊 你也是其中一個很主要的教手 你快點幫忙搞 我就知道 Bascio其實是有份幫忙爬龍舟的 但是搞方面我比較集結得多 原來你已經不多人了 只是20個人而已 但是你要安置每一個人的行程 然後你再要有物資、物流 又要去安排 然後有很多時間上的調配 即是一頭煙 你要去跟別人 系列、衣服、籌錢、物宣 各樣東西 其實都是一個 即是很多的工作 在裡面 自從2019年這個反送中運動之後 在美國多了很多的香港人組織 走出來 去做不同的活動 我想裡面也有很多人 都經歷過這種搞手的辛酸 但都二不容辭 一直這樣幫的 其中一個就是在美國灣區的 一個叫做 美國香港人會館的組織 他也是幫我們龍舟隊 籌了很多錢的 整個千元的美金 就是全靠他們在那邊 因為做了很多的地區活動 也認識了很多人 也都是 曾經有一次 我就跟他們一個 在這個meeting裡面 就是講回我們這次龍舟隊 那個意義在哪裡 也都全靠是有美國香港人會館的connection 他們這麼多年來打落的一些根基 我才可以把這個信息宣揚開去 才可以籌到這麼多錢回來 所以今天就很開心 就找到他們 他們應該有很多年 是嗎 我的理解好像是 是近年才出現的 那就是真的要問一下這個 美國香港人會館的成員 人心興 今天請到他來跟我們介紹一下 Hello 人心 你好 Hello Hello 我都很尷尬 剛才你說很多年的時候 我跟Badir說 咦 怎算 不算很多年嗎 剛剛 那是甚麼時候成立的 我們其實是2019年開始成立的 2019年在香港很多事發生 影響到全球的香港人 都有了很強的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我們在美國 以前我們講廣東話的 會有很多不同的廣東話的 甚至馬來西亞的朋友 都玩得很慢的 但是他在2019年 不是 等等 香港人的認同很強 突然聲同氣 有很多香港的話題 說 那一幫人聚集了一層 我們很幸運 你知道美國很大的 香港人是沒有distant relationship 這個概念的 你明白嗎 南區最南邊的男生 追了北區最北邊的女生 每天都是在旺角見的 你明白嗎 這個是不行的 就是那個東話的男生 追了西洋的女生 就麻煩了 不知道何時才見一次 牛郎積女 那我們 很幸運 很多的朋友 都在三文士灣區 還是會在10公里的距離 那10公里 如果你駕車是說 10到15分鐘 普通的路 不用上高速公路 那就整天都可以見到 那 直接有個鄰居這樣的感覺 那這些就很好 另外我們可以 那個關係很好 那個bonding很close 那 很開心可以大家一起 為香港做一點點事 在各樣的年紀的時間 可以簡單介紹一下 美國香港人會館是怎麼成立 還有你又怎麼加入了這個組織呢 我們其實有一個很靈魂人物的 下次可以請他上來 這個我們叫做館長的專稱 館長 館長高高在上去Founder 在各個社交媒體 平時找到一幫香港人回來 大家先去見面 那時候還搞笑 剛剛開始COVID 我們找地方見面都很頭癢 結果找了一個Food Court 那個Food Court是關了 在Food Court門口很詭異地 因為他又想做生意 但是又不可以聚 他所有堂食的時候都關了 那一刻 就在鬼屬地放了一張桌子 那你們就要在戶外吃東西 就是在裡面賣東西 拿出外面吃 那有幾張桌子很小 那我就把那幾張桌子拼起來 很鬼屬地就開始經濟 那經濟一下也不是辦法 越來越多人 那個Food Court對面有個公園 下個星期在公園見面 那慢慢越聚越多 就開始聚了一幫香港人在 嗯 原來是鬼屬地開始的 香港人會館 慢慢就這樣起家 不過那些年紀呢 其實香港人會館 就是時間不是很長的 但是做了很多事情 因為在不同的活動裡面 我經常都聽到 這個名字 這個名字 是啊 是啊 我跟人心興在網上也見過很多次 嗯 也有不同的conversation 在裡面 可不可以簡介一下 這年多以來 其實工作做了什麼 我們很隨心的 那譬如是 那譬如是 因為我們那個 主要大部分的成員 都在沙門市灣區 那所以 譬如我們一起 看看最近有什麼做了 你知道香港二年一九之後 都會有很多活動 那我們很感恩 因為我們真的很近 變成有時候 你有一些事情要一起做 我們很方便 因為我們幾分鐘就留在朋友的家 譬如有時候要做些文宣 做些事情要一起 那變成有時候 有些全國性的活動要call 一些集會 每個地方都起碼有些代表 那我們要看一下 三文室有沒有人做呢 如果沒有人做 我們可以試試參加 那我們管長就很active 就是最近去支持這個烏克蘭 可以早上收到消息 說那個集會 下午就出現了 還帶齊些文宣 不知道他做了什麼 好像一對兵 不知道在哪裏出來 我很多人害怕的 我們這確是比較活躍一些的 那是因為 我想大家很近 還有都比較人多 這個很重要 還有我們包容性很強 譬如在黃的政治的光斧裏 都有很多 淺黃到深黃 到黃到亮 我們都有的 我們不會說你沒有那麼黃 你黃一點就分得很散 甚至乎我們是因為2019年才成立 在加州 成立了接近三十年的香港人團體 我們都很幸運 你有很友好的關係 可以一起合作 你知道我們是新的 人家有很多經驗可以傳承給我們 這些都很重要 如果不然我們可能要摸到三十年之後 這個經驗 但是因為我們跟他關係很好 他肯教我們 我們就合得很快 這個是令到我們可以這麼短時間活躍的原因 我們在我們的朋友裡面 有不同的光譜 也都跟不同光譜的團體合作 這個很重要 希望大家都可以有機會做到這件事情 可以越做越闊 所以我剛才說他們的感覺好像做了很多年 原來他們背後有三十年經驗的團體幫忙 就是傳授一些經驗和知識 是的 但是他們都真的很活躍 很活躍的 不停地去做 我見過他們搞放映會 見過他們搞一些前官員的辦局 是的 可以分享 見過他們搞很多類型的事情 全部都有他們的足跡 可不可以分享 是的可以分享一下 因為我記得我想分享的就是 我對上一次 真的要多謝人心興多多的關照 就是剛才你說的就是一個 前國務卿蓬佩奧 當時去灣區 跟香港人去飯局 裡面就是 美國香港人會館 就很努力去做了很多 中間最肥也是最頭痛的 就是connect的工作 連結啊 安排啊 全部就是他們打點了一切 令到活動很順利進行 之餘呢 連我這個小小的記者 都是受惠於他們幫忙的一些連結 那麼我整晚都很辛苦 當我忙於工作的時候 他們就是照顧我 有沒有東西吃啊 夠不夠水喝啊 就是全部東西都 譬如你走的時候都會問一聲 你需不需要有個car ride 就送我回家 那當然 幸好我公司的公數 但是就是 你是感受到香港人會館 他們那種的關懷 就是對每一個香港人的支持 可不可以說一下那次其實 是否辛苦呢 做那次 首先說回先 那次其實很多人做事 我們只是做了裡面的小小部分 有沒有說到你 謙虛 是 是 但是據我所知 管長是第一個認識你的 如果你記得 其實那次是 比較急 因為我們其實都說 我們的政治光譜很闊的 那全國武器龐貝就是共和黨的 那次搞的時候 那些人就問你 是不是共和黨的 所以你幫忙 每一次我都跟朋友說 不是 不過香港人 去見到一個這麼主要的官員 是很少的 可以見到一個這麼高級的官員 我都說 這次是蓬佩奧 如果下次Nancy Pernalc來 我都一樣這麼努力搞的 就是你有這麼高級的官員 去做一個香港人的聚會 我覺得是很難得 是吧 香港在一個什麼地方 如果你呢 中學老師又跟你說 你不要打算在地上看到 那點就是香港 香港是小到看不到的 那點是點給你看的 你知道香港是不是 對於美國這個大國 政治經濟軍事都是第一的國家 你那一點那七八萬人 真的見都見不到 所以香港人更加要團結 尤其是現在飄散了在海外 那你剛才說的事情都很重要 就是我們覺得 有少許地主之宜 你來到是不是 那你 Carmen很有趣 那時候疫情戴著口罩 當他戴著口罩之後 他是減了15歲至20歲 他原來那些大學生 還沒畢業那些年輕人 我現在都20歲了 是吧 是 是 跟著 香港人在海外 是要大家互相幫忙多些 這個包括在職場 其實以前特別少的 特別少這件事情的 但是你看到很多不同的族裔都是 就是很出名的 這些猶太人 如果在一些會計公司 哪怕高利四五級 這個senior VP 看到一個新來的委員長 都特地問他 每個星期六去喝杯咖啡 是不是 那杯咖啡就教你不少東西了 所以我們 譬如聽到其他團體 HAPN那些 香港professional network那些 有這些關係很好 我們希望以一個地點 做一個中心 在三藩市都慢慢可以建立這些關係 那我希望以後的香港人 可以在 無論在就業 在現在其實這幾年 還可能會有香港人回來 無論那些已經是 可能是美國公民 但是他們回流回來美國 有些新移民 其實都需要一些資料 或者一些接求的幫助 希望大家香港人之間 可以幫助更加多 那做我想 加入了美國香港人會館 一年多 那當中 會不會有一些 都是很灰心的時刻 或者就是 我不做了 那種什麼時刻 是啊 因為總會 就是每個人搞組織 都必經的一個時間 就是爭拗也好 是非也好 總會有這些難題 有沒有 這些一定有的 每個組織 那看你怎麼看 還有怎麼處理 那些很大件事 那就處理不了 有時候這些事情要看輕一點 一定是會有這些 就是人多 其實這些我們叫做 good problem to solve 你不要說 我們一些這樣的社區組織 甚至乎 在灣區 很多藉局的公司都是這樣的 你見到公司 為什麼Google 那些 由車房變成世界最大的公司 那麽多人一起做 一定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那你中間怎麼處理 其實這就是技巧 還有 包容很重要 我們剛才都說了 就是我們本身很注重包容這件事 是不是 我們才能和不同的組織一起合作 不同的人可以在我們裏面一起合作 如果沒有這個包容 我想我們做到的事少很多 那這個包容其實真的很重要 還有 尤其是給香港的移民出來 就是 如果他將會來的朋友 他又沒有來過美國長住的話 你要知道 你無論去哪個國家長住 你是去一個新的地方 那你更加要開放 接受一些東西 這樣 這個很重要 就是我們看到有時候 那些朋友他未必很肯去試新的 接受新的 那來到外面就比較辛苦 那沒有的都是要太包容 這個很重要 但是我覺得那些團體是 我早幾年有經驗 找一個美國的符論社 那符論社 那大家都知道 是一個服務社 那美國在三文市 剛好去Number Two 傳統第二個會 那他覺得很重要 因為那些會員老化 大家都不去玩 平均年齡六十幾歲 怎麼搞呢 那於是他就開始了一個新的活動 就是以前每個星期一次會 就做事的 現在一個月有三個會做事 一個會就只是Social activities bonding 那大家要搞多一點的Social gathering 這個對人與人之間的 bonding很重要 就是有些人說 你吃飯而已 但是如果你看過我們怎麼去介紹 我們自己 不停地跟別人說 我們在灣區的犯罪集團 犯罪外的集團 那些人的 bonding就方便很多 無論在做事 在包容啊 各樣東西都會方便很多 那大家搞活動的時候 不妨 不要只是搞活動 都試一下一些人 活動首先要有人 嗯很感動 我聽完之後 因為我都覺得 其實我當然是沒有二十歲 雖然戴了口罩之後 減零的時候 就是有這麼多人生經歷之後 我都覺得其實 有時候做事是困難的 譬如安排行程序 所有事情是困難 但是人與人的相處 其實才是最困難 永遠是人事關係才是最困難 所以我覺得 人心剛才說得最對的 就是 最觸碰我的部分 就是真的包容 互相尊重 大家都要理解一下 大家的角度 想法 這樣就會更加和諧 那除了難處 剛才說過之外 那好處呢 有沒有什麼開心的事 就是這麼多活動 裡面 有沒有什麼 是有趣的東西 認識的什麼 最有成就感的時刻 或者是最成功的時刻 有很多有趣的 就是說剛才那個例子 其實 壞同學都在一起 你都講過龍舟隊 其實我們當時就聽到 哇 正啊 華府有個龍舟隊 那我當然支持一下 你還要叫龍舟隊去香港 其實是不是 你叫龍舟隊去其他 就不管你的了 所以呢 那時候就認識到 Matthew 就說 誰搞的 我們不如試一下 籌小錢 最主要的 就不是那個錢 最主要我們希望 告訴你們 在華府的人聽 遠在三藩市 都有人支持你們的 結果那次 你Google面上來介紹 就馬上認識了 真朋友 在夏威夷 就是你在最東面 在最西面的美國 西到夏威夷 都有人支持你們 其實我們原本想送一個這樣的訊息 很幸運 大家都很支持 就是 原來有些朋友 之前參加過龍舟隊 自己 很了解你們的辛苦 所以就捐了很多錢給你們 就是他們的功勞 原來是這樣 除了我們之後 還有很多其他在灣區的朋友 那結果 有一個朋友在灣區 搞了七年龍舟隊 說不如我們都搞了 那我們現在其實都在談 在灣區 會不會有機會搞到一個龍舟隊 當然這個是 謝謝你們 就是我們是 原本打算幫一下你們 也都送一個小的訊息 籌幾百元 幾少的訊息 西岸都有人知道你們 做得很辛苦 那原來後來會激勵到我們自己 有人出來 不如我們搞隊 但是現在還在籌集人 因為我們遲些 我們在9月才比賽 就贏了7月才贈 所以是給你們遲幾個月 那你們5月就比賽了 所以我們還不知道 因為很難的 我們這邊有規定 是一半要女生 是啊 你不如過來 你過來幫忙參賽 飛過來 立即和公司請假 真正 有經驗 立即可以 我們這邊排不去 做外援 但是我這樣聽完 真的很開心 那種要香港人的互動 原來東岸西岸 丸子夏威夷 大家一呼百應 你不說 我只知道 很開心 你們幫我們籌了一千元回來 原來是我們還可以 帶一些鼓勵給你們 我覺得很感動 我當然要回去 跟龍舟隊員說一下 很感動 這件事 人與人這麼神奇 你可不可以走第一步 我開始沒有想到這麼多 想要少少錢 最重要的訊息 就是西岸都有人知道 你這麼辛苦 因為龍舟真的很辛苦 你知道 你如果在香港玩過 真的不算了 這裡的水真的很冷 你不要說下去撐 你就伸手下去 五分鐘洗回來 我當你練了 當你贏 我們很多人都很感激你們 就是落水的隊員 這個真的要給我 很感謝你們 因為很難 尤其是東岸 還要比我們西岸更冷 所以是很感激 所以我們想支持 但是原來就是這樣 有時候你做些事情出去 會有些事情回頭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香港人做些事情 你不斷去幫忙 那你幫忙的時候 你周圍告訴他們 你正在幫香港人做這些事情 我們也因為這樣 認識到夏威夷的朋友 那個朋友 後來就四月以後 來看我們的電影 就幫我們傳播了一個病毒給我們 就瓦解了我們這個犯罪集團 兩個星期 哈哈哈哈 他是 就是 故意飛過來 是嗎? 我知道剛才是你提的那個 放映會是嗎? 是你們時代革命的放映會 所以就 特地夏威夷可能 因為夏威夷可能少些香港人 所以就去了灣區 或者夏威夷沒有看 對 就是少些香港人 需要去灣區看的 那那個放映會又怎麼樣? 那天 很熱 因為其實這次不是第一次 上次12月已經做了一次 這個也是另一個樣東西 12月那次就是灣區幾個團體 一起和HGBC搞的 包括北加州香港會 這個就是老台 20年的團體 那我們一起搞呢 就學了很多經驗之後呢 這次呢 灣區可以有三個地點一起搞了 那所以就其實不斷 spread 那其實actually 我們再找多了地點在沉默 在Supremantle市府 就是離開了三文市灣區 再北一點的地方 那所以其實灣區現在有四個地點 都保持時代革命流 一開始四 那其實我們慢慢去 就是通過合作 學了之後呢 再share 那些knowledge 是可以慢慢再 expand 那變成我們那次是在Supremantle 那個的三文市灣區 就很多香港人 那Supremantle人身對比較少 那搞完那次之後呢 現在不是現在他們說 喂 怎麼辦 那麽多香港人 原來大家都不知道 大家都在這裡 要搞些事情 他們很大的聲音 我們又會 在接下來星期六 有個Google Meet 我們又會聊一下 可以在Supremantle做些什麽呢 那其實是越來越多聲音 你其實要做些事情 美國很大的 還有香港在2019年之前的身份認同 還沒出來呢 你們麻煩 大家都做些事情 又告訴別人 大大聲 那麽就有很多 和路人出來商認的了 你不說那個密碼呢 大家都不知道 香港人就沒得商認 尤其是在一些小香港人的地方 那大家要更加幫忙 那譬如我們上次 夏威夷的朋友來不走之後 他說 夏威夷呢 因為他有一個新移民過來 很多東西找不到 很多食材找不到 那不要緊 你以後要什麼 你幫我寄過去 我之前也試過寄一箱陸傳忌廉 去Denver救濟的朋友 是 那很開心 這些是我們的鄉下的東西 是 因為其實也扣連到 我想我們這兩集的一個大主題 就是香港人 我們講社區連結 社區組織 是啊 其實都是一個命運共同體的概念 什麼是命運共同體呢? 其實我們不是Google Google有錢出的嘛 就是有糧出的嘛 是啊 就是你股東的有錢分 你員工的有糧出 所以其實它是一種透過一個商業模式 去聚在一起的一個團體 所以它是能夠透過商業模式去解決很多問題的 但是我們香港人不是這樣 我們香港人是 可能有自己的生活 有自己的工作 那我們只是用我們公餘的時間 去搞一個組織 但是怎樣可以令到這些組織 是能夠真是 function 到 它我們原本的初衷 原本的信念 原本想做的事情呢? 就是好看人心卿剛才所說的包容 嗯 你的組織裡面 你要理解一下切身處地 將心比己 看看大家的想法是怎麼樣的 這些是相當重要的 嗯 那麼人心卿還有沒有未來的計劃呢? 本著這個精神繼續走下去 暫時我們都沒有很清楚的 因為其實剛剛才搞完時代革命 我們搞了幾場了 我以為你說剛剛才病完 對不起 對不起 我們剛剛被人壓解 我們受到這個病毒的侵襲很多 我們現在首先會看 在Supremantle有什麼可以搞呢? Supremantle加收了整個州的州府 離開這個三藩市灣區大概一個半小時 在東北邊 完了之後我們會再看看 今年下半年有什麼做 首先接下來可能就是一個龍州 剛才說的 因為都很難的 它不知道為什麼 這裏又要一半是女生 然後又要很多規矩 我們都怕不夠人 不夠人去 但是我們還有時間去做 還有我們其實 因為我們這些活動 很多時候都很即時 還有我們有一些活動 是響應一些全球的呼籲 如果我們自己做回那一份三藩市站 所以暫時都沒有很清楚的計劃 讓我們休養一輪 可以重新出來犯罪 即是吃飯聚會 才可以慢慢談到一些事情 但是剛才 我想回應一下 經濟組織有經濟的方法 去解決一些問題 但是得到的 你記不記得以前有個信用卡的廣告 就做一件事 你花很多錢 中間有多少錢的卡 然後到最後就紫黑無價 達到你的目標 經濟組織是達不到 我們想達到那個目標 我們做到的事 意義是遠比這些經濟更大 只要你感受到 你就可以自答到更多人 好多謝仁心兄今天跟我們的分享 是啊 亦都分享了很多 在搞活動中的心得 得著 還有很感動的時刻 多謝仁心兄 多謝你 多謝 也都希望你那個龍舟都要順順利利 等我們到時來探望你們也好 比賽也好 即是幫我們打氣也好 甚至幫我們下賽也行 下船也行 好啦 多謝仁心兄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又夠了 下集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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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